前新竹市長林志堅論文抄襲案 持續延燒 被捲入這場風波的調查官 余正煌不滿林志堅反控他抄襲 提告加重毀謗 日十三號上午首度開庭 他在記者會上指控說 那個論文抄襲的部分 他是原創者 然後暗示說 我們余正煌這邊 抄襲他的論文的部分 上次自訴的 上次開庭的部分 我們講得很清楚了 他很明顯講不出來說 他在哪裡寫論文 余正煌沒現身 由律師戴維出席 強調林志堅的中華大學處分 訴願案被教育部駁回 理由寫得很清楚 應該不是論文的原創者 林志堅十四號晚間首度發文道歉 任了論文協作又瑕疵 也宣布撤回台大學位的訴願 而他的指導教授 前國安局長陳明通 也透過律師發聲明 強調林志堅論文進度 完成底稿時 余正煌還沒提出研究計畫 而陳明通把林志堅論文研究 設計部分提供給余正煌參考 最後由余正煌比林志堅更早口試 針對陳明通力挺林志堅的聲明 余正煌也不排除加碼提告 林志堅論文抄襲爭議戰場擴大 延燒半年目前進入司法階段 到底是誰抄襲誰 後續將交由法官定奪 3D新聞大致陳林玉君 台北三好報導